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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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的素 賺錢真快速 在昨天我們做11月份的台子 賺錢 今天還是一樣 繼續再賺 連續贏兩天 投資朋友 在昨天 10月19號 我跟妳講什麼 10月19號昨天 好 節目上 我提到 根據這一組的K線 稱之為建大三連洋 因此我的看法是 先講結論 就指今天 早盤的時候賣壓會湧現 你如果錯過了 你後半場你就不要追了 也就是說 早上的賣壓湧現 那個地方是做放空的 可是當你錯過之後 看到急殺 你錯過了 你就不要追 投資朋友 早上這一段 賺錢 不要追 上去之後 再空 空哪裡 這個我們 從能搞 跟call訊都有發的訊息 9302 所以 9302的正負 5 就是 9297 到 9307 9297 今天高零多少 9295 很可惜 差兩點 不然的話 今天我們是這樣子 放空 下來回補 賺錢之後 上去再空 下來可能又賺了 但很可惜 那一趟差兩點沒有到 但至少我們所做的 在昨天文明公開先講給你聽 告訴你怎麼做 高點在哪裡 我直接算出來給你看 這個我們會員都能夠作證 所以投資朋友 現在每個人都在問 這個盤量沒有過高 可是台股看過去的機會都是這樣子 每一次過高就拉回 每一次過高就拉回 那投資朋友 那你要怎麼做 我想沒有必要跟你去做口水的爭辯 賺到錢 他才是硬道理 為什麼這麼講 你現在如果做指標 用指標來看的話 現在你會命到一個所謂天能膠上 你知道台股的慣性是 每一次過高都拉回 這是你心理上的感覺 可是你現在買軟體 用指標 指標告訴你什麼 突破 方洋 你要做多 那重點來了 你買軟體 軟體說要做多 可是你心裡會怕 那請問到底怎麼做 我問你到底怎麼做啊 你現在都答不出來 你明天一直這樣 看漲後悔 看跌也後悔 看漲的時候 看漲上去的時候 怕沒有多當 在殺的時候又怕沒有空當 或是你空當一停損 殺下來又開始怎樣 不甘心 所以我一直跟你提到 預測到底重不重要 預測到底重不重要 很多人說預測沒有意義 不要預測 跟上去就對了 好投資朋友 11月17號 上個禮拜是一路跌 到這個位置 你用軟體 他一定告訴你放空 甚至於做空流倉 因為破線 之前做多這邊破線 可是你也知道 歐老師我也跟你提過了 這個行情裡面 假突破 假跌破 的外資正倉的手法 一直在重複這種慣性 我給你提過了嘛 所以等一下你看我節目 你也知道 外資在做片線 所以感覺上好像不能夠做空 不能夠做空流倉 可是你的軟體告訴你要做空 好理啊 依照紀律來做嘛 依照紀律結果結果怎麼樣 從這個位置 嘎上去之後過高點 你的空單認輸了 你輸了錢 投資朋友 你會爽嗎 所以一直跟你爭論說 預測很重要 我懶得跟你爭辯了 我帶我們的會員賺到錢 那還是真正的 上個禮拜再跌 賺錢 這個禮拜再漲 也還是賺錢 賺到錢是扎扎實實的 何必跟你爭折面子 怎麼你對我錯 到我這種一個位置就是說 這種上節目解盤 帶會員操作 其實已經不用去跟你做什麼爭辯了 你如果是個無名小卒 你隨便跟我 你隨便講 反正受傷的人 或是聽的人 或跟的人不多嘛 頂多打嘴炮而已啊 可是我們所講的每一句話 所發的每一個指令 那個是用錢在拚輸贏的 用錢拚輸贏的 我說放空 你知道後面多少人在做放空 我說回補多少人在做回補 我們在做放空 我們這邊做回補 你看有多少人在這邊做回補 一回補完之後 拉上去的過程裡面 重新等個高頂在空啊 多輕鬆啊 投資朋友 所以預測這麼不重要 你要把錢當錢 不要不把錢當錢 所以當時跟你提到 10月17號 這個位置 用我們的方法 我是教過你 你一定要學會去翻這本書 從模型裡面的K線去找出答案 這根線稱之為單垂探底 這我教過你了 以三根線而言 站下去 稱之為冰型式 冰黑式的前組型 叫做多方步步為營 隔天展的機率多少 78% 三天展的機率多少 79% 也就是說 從這一根線你都知道 它上漲的機率高於 七成到八成 你為什麼要留空單 你為什麼要留空單 你說你四號的各位 老師啊 為什麼會拉 那我反問你啊 你為什麼不敢 不把K線給學會 你用軟體指標 大多數的指標 一定是翻空嘛 你學會K線 K線是最單純 最直接 最快 最迅速 能夠讓你馬上就知道 未來會怎麼樣 你連這個都不學 你滿腦子說 啊老師啊 我要賺錢 我要賺錢 空下去之後 被嘎了一下 哇嚇死了 做多買一下 殺下去的時候 要嚇死了 做下去也怕 不做 手又越癢 那你要怎麼賺 你離開市場好啦 不要做啦 叫你上課 又捨不得花錢 自己亂做又賠錢 同志朋友 我們這一次的上課 是最後一場 以後沒有機會 機會不再 倒數兩天 我們這個禮拜天 要開課 那是一整天的 你就好好把握 來上課之前 請你一定要帶這本書來 這本書是我寫的 我們是以這本書為教材 所以如果你是現在 要報名的 趕快請我們的服務人員 把這個寄給你 你先看 翻過之後 翻過之後 你上課 你的吸收程度會比較好 不要到時候拿到這本書 投資朋友 這本書很厚耶 那麼後的一本書 一天之內 去幫你講完的時候 你如果有先看 你的吸收會比較好 當場馬上看 上課 那個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你 不要說我要等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再報名 你何必讓 因為我們有些租稅時間 因為我們要定 那個下午茶的點心 所以大家互相 你先把書拿到 先看 然後 來上課 不要拖到最後兩天 因為最後兩天 我們不會等你 尤其你錯過這個機會以後 你說老師啊 以後我可不再上 送你三個字 不可能 沒有機會了 最後一次機會 所以我們會跟你提到 10月17號 這根線 所以告訴你什麼 小心 剩兩天的結算 小心片線 有沒有 是17號告訴你的 18號 這根線叫什麼名字 單槌打磚 旁根錯節的機會與危機 你不懂K線 就參加會員嘛 所以告訴你 暫時反彈 然後中壁再破 所以 暫時反彈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等那個高點嘛 這根線怎麼看 我是告訴過你 指日高升 單槌打磚 好 這根線稱之為關頭陽線 它的力道取決於實體半的大小 而這一組的指日高升 它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會漲 如果是開低後 馬上拉升 而且量價配合 你可以知道 下一個K線就是漲的 好 投資人員我講什麼意思 一樣的線型 它如果是 先回一下之後 馬上拉上去 跟你 上去 下來 盤盤盤 再拉上去 一樣的K線 路徑不一樣 對於隔天的判斷 展跟跌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 預測K線 它有一個方法 K線是最直接 最了蛋 最清楚 最快 最迅速 能夠預測未來 你去用軟體指標 你買了再多亂機指標 我可以這樣告訴你 沒有一個準 你要回到最基本的 你說外資到底在想什麼 它所想的任何東西的想法 會像一面鏡子一樣 映照在K線上面 從K線裡面去萃取你要的資訊 你會萃取 你就懂 你不會萃取 你一直把它當作什麼 一個紀錄股代工具 它只是紀錄到 K高收低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 你再把K線加工 透過收盤加的什麼 加權移動平均 然後平滑化 你算到最後怎麼樣 你還是在做一個K線的加工而已 所以最快最直接什麼 就K線 所以你要了解說 K線 一樣的線型 為什麼明天會漲 為什麼隔天我們會知道 而且這一組線稱之為 單槌打樁 它的力度 取之以來兩個地方 一個 下影線的長度 就這個長度 還有 第三根陽線的長度 第三根就是這個長度嘛 所以為什麼會說 它會拉 因為這個下影線的長度 是十幾倍 兩倍 到三倍 對不對 好 所以我怎麼講 18號提到 結算 因為這陣線叫定海神針 法人主導 結算 是拉高 好 拉高之後節目上 其實這個LINE 我們都跟你提到了 好 我昨天節目節目節目上怎麼講 稱之為健大三年陽嘛 所以你要懂得K線 你如果不懂K線 你硬幹 你就準備雙八 看到突破 空擔停損 反手做多 因為你不用預測嘛 跟著做就好啦 網底告訴你做多 突破就要做多 就做多 殺下來的時候 多擔停損 反手放空 你明明知道說它會往上漲 可是網底告訴你 要放空啊 好 那現在要突破了 你的空擔要停損 軟體告訴你要做多 你要不要做多 你敢不敢做多 所以你的軟體 如果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一直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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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有去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改進 你到最後還是一直扒 一直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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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 你在做期貨 你如果這個月你輸了二十萬 請問 這個月 誰贏了你二十萬 這個市場裡面就是這樣 就是這一群人嘛 你贏錢就是有人輸錢 你做多就是有人做空 你今天做錯 空也錯 多也錯 就一定有人做多賺 做空也賺 那請問這一群人在哪裡 它用什麼方法 它那個方法 可以成功 你越不越學 所以投資朋友 昨天 我是已經跟你提過 我們放空 放空賺錢 對不對 放空賺錢 不流餐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做短的 做短的 做短的跟你講過 所以我們昨天 在漲的過程裡面 雖然我們做空還是賺錢 而昨天漲的邏輯很簡單 其實 你可以避開片線的 那麼我們要留意的是什麼 這個量大器材的結構 在改變 在做什麼 在做直變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整個結構的話 因為油價的上漲 對不對 那這個油價要上漲 然後可能通膨 可能升息 還有整個結構的話 是以原物料在漲 電子跟金融反而變 比較相對弱一點 好 在昨天的一個新聞跟結構 可是我要告訴你的 重點在哪裡 古王大立光 還有大龐過高 大龐過高 請問 古王大立光它有沒有漲 你看就知道了 大龐過高 大龐過高 大立光怎麼動 沒動嘛 所以整個結構在改變 這個我們在昨天 其實跟你提的很清楚 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 這一組的紅三兵 屬於劍大三連羊 我的解讀是什麼 台灣50昨天領先創新高 而且爆出大量 那主人結算嘛 外資勝 那這個破底方的戲碼 再度重演罷了 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個情況 結算一致行情 它怎樣 先嘎再殺 既然先嘎再殺 投資朋友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 早上的時候 賣壓涌現 錯過了 你就不要追了 所以早上我們動作很簡單 開盤沒多久就放空 市價空 下來之後回補 然後上去之後 這邊 因為我們原本是掛兩筆嘛 對 空到 賺錢 上去 空到 下來 市價補 賺錢 那這邊的話呢 高點 我們原本預設多少 9302要空 所以前面這兩筆賺錢之後 原本還要再做第三筆 很可惜差兩點 不然的話 從9295 稍到9255 這一段的話 又再繼續賺錢 你看到什麼事情 行情的漲跟跌 你沒辦法控制 你能夠控制的是你的策略 而你的策略是取決你的預測 你對未來龐氏的看法 你龐氏沒有看法 你就沒有策略 你沒有策略 行情的漲跌就影響到你嘛 忽漲 忽跌 忽多 忽空 翻來翻去 扒來扒去 投資朋友 預測很簡單 傳真稿跟你講的東西 你去對照 我昨天怎麼講 禮拜三給禮拜四的嘛 9303 9302是做多 9302是高點 高點嘛 美股的看法是收長上影線 台股的看法是 走勢大部分時間是屬於膠塑 只有前後段時間變化比較大 所以空翻時間的力量 在前半場 預估開盤不強 而開平之後會急速回檔 回檔之後又來這一招 所以小心偷拉 有沒有 回檔之後又急拉嘛 小心偷拉對不對 好 投資朋友 所以早上我們跟你提到的東西 其實 傳媒稿裡面都有預測 你是我們的好友 我也會告訴你 我們的開盤預測 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這個概念 是什麼概念 投資朋友 很多東西不必口水爭論 真的不必口水爭論 賺到錢才是硬道理 為什麼這麼講 這是早上 開盤前 我們給LINE好友裡面的預測 我認為高點多少 9270 因為美國昨天漲40點嘛 我預測9270 好 投資朋友 盤還沒有開 這是我的預測 有可能會對 那也有可能會錯 對不對 不用爭論 我只給你做個參考而已 那有人 有個那個好友 他這樣講 投資朋友 跟你做分享 他說老師 不對不對不對 我認為開盤 可能不會超過10點 我可能是 他可能是好心說 因為剛換月而已 可能基準不一樣 我說謝謝提醒 他說不對 他自己提出看法 他認為11月份 應該是在 展10點嘛 應該在9259以下 好投資朋友 請你來看一下結論是什麼 今天高點多少 9269 9269 我預測9270 對不對 這個你自己判斷 我今天不是跟你講說 他錯 我只是在告訴你說 不用爭論 真的不必爭論 僅供參考而已 沒有對錯 沒有對錯 不必去爭論這種東西 今天我們在做LINE的這個分享 不會因為說你今天賺到錢之後 請你把錢匯到我戶頭 沒有啊 你賺錢 你賠錢 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提供一個看法給你 讓你的操作能夠有所依循 因為我們用這條方法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順 做得很順 然後呢也都在賺錢 我希望說能夠用這個方法去幫助一些人 所以我們只是屬於一個免費的分享而已 我們有可能會預測 開盤預測可能有可能會怎樣 會有偏差嘛 但不管怎麼樣 不需要辯論 重點是那個方法 你能不能夠延續下去 那個勝率 還有讓你的超速在旁一開的時候 你能夠有所判斷 所以投資朋友 我只給你在那個分享而已 那今天過高 這是我的看法 目前來講話 大龐是以假突破 假跌破的方式做正餐 所以策略的話呢 先做短線 順了之後然後再來做殘線 這是我們的一個看法 我們這一次的上課 你就好好把握 因為它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場 機會不在 只剩兩天 我們這一次的上課 是以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真的寫得很豐富 我們該這麼講 外面坊間你所看到的 沒有我們這一本的完整 外面坊間所教你的 沒有我們的這個方法準 所以 當越多人不知道 你就越容易賺錢 所以我們是開小班制的 好把握這個機會 對 明天怎麼看 休息一下待會兒馬上回來 要煮熟 積水一粥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城東走顧 這項已推述 用術以權力 便器 審視 觀形 渡時 翁老師獨創 碎形K線預測學 如何西方財務工程的碎形幾何 即東方百年祕傳的黑線戰法 讓您提前預測明天善用轉折 看準一日行情受用不盡 看準三日行情 副獎天下 02752 5868 城東同步 值得托付 城東同步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城東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震照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合力 城東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明天怎麼看 這一組線稱之為紅三兵 關鍵數字跟三角步 投資朋友 今天在展的過程裡面 大房翻過高點 但是台灣50跟摩台是過高的 電子金融OTC 其實是沒有突破高點 但量跟價其實都沒有過 所以這一次的結構是屬於什麼 值發生改變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 這四手黑盤 雖然價其實是沒有站穩的 視為假突破 然而台子11也沒創高 量價背離 它是很詭異 因為外資的進度量是增加的 那目前是屬於一個 上升楔形的頂端 所以這個未來變盤的波浪急速 其實是很大的 這個東西其實 傳稿裡面會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 低量推升 再左洋的時間其實不長 因為已經到這個位置了 到這個位置了 已經到這個位置了 所以我預估明天是屬於什麼 消息影響 先盤再變 一樣跟上腳步 我們繼續再賺 我們10月份 27站20勝 11月份 昨天賺 今天還是賺 所以我們是連贏兩天 10月份 總達證 893點 11月份 昨天賺錢 今天還是一樣 繼續賺錢 我用這個方法 稅行陰陽線預測學 只剩最後兩天 倒數兩天 把握這機會 各位明天帶一週前 我們明天見 該收到 請多謝 1個 5個 2個 2個 8個 8個 9個